這個時候,我們就相信人民的智慧 我們也有很多朋友等了很久 我們也給朋友,你可以發表一下 可能你也看過這本書 你想說一下你對這本書的看法 你不同意作者的意見 或者你有你自己的主張 你也可以問台上的嘉賓 兩樣都可以 但我們優先是會給中大的同學 我們先給一些中大的同學發問 因為始終是中大的通識沙龍 那就介紹一下自己 我剛才說的沒所謂的 你可以說一下對這本書的觀點 對他裡面提到一些觀點的感觸 或者你想追問台上的嘉賓一些問題 也可以的 有同學想試試嗎? 就是那本書嗎? 其實很多人可以討論這本書 但我剛才沒機會問 各位,勇敢一點可以嗎? 好,現在一開始有很多人了 我們先給剛才那位那位 我們先給後面那位同學 解釋一下自己 我們續位來 有沒有麥克風 稍後再上去 我們為了節省時間 我估計其中一個方法就是 譬如想發問的人 不如我們走出來 然後我們在兩個位置裡面 輪著發問 就不用那麥克風 傳很久可以 剛才有幾個舉了手 我們可不可以走一走下來 然後我們一會輪著發問 可以省時間多一點 哪幾位舉了手的 如果想發問我們就走下來 現在給這位先 你介紹一下自己 是,大家好 我是中大學正正系的 楊建成 我想問台上兩位嘉賓 我也知道 曾主席和楊議員 你們的行事上 你的信念上 都有很大的分別 到今次的香港 你們都 我相信你們兩位 都是對香港的未來 傳了一個很好的盼望 相信香港變得更加好的 但兩位的做法就是 藍年不慈 我想問兩位 你覺得對方的做法 雖然跟自己的想法不同 那你會不會令對方的做法 都是出於對香港好的一個 但我想這樣說 因為今天 通識這個沙龍 想搞這個沙龍的時候 我們想集中去討論 一個問題 你理解不要緊 我知道你一定不想問 問你什麼 你都會回答那些 所以你一定不要緊 但是我想大家的發問 我們盡量和主題有關 當然我很相信大家 現在可能對當今的政治局勢 對緝拿梁振英 對很多事情都很關心 但是我們現在想 真的在一個學院裡面 一個思考性一點的 我們盡量今天和這個題目 就是和社會不平等 和政府是不是有角色 和現在香港年輕人 很多類似面對的問題 世界上的資本主義趨勢 我們和這些題目 盡量拉近一些關係 我可以很快回答你 很快回答你 我很快回答你和我的問題 謝謝 謝謝 我的答案只有一個字 是 周主席也說 搞定普選就做 現在 最大的問題就是這樣 他就 你看過馬勒多娜 踢球了嗎 他用手拍球入網 是不對的 他現在決定做球證 拍球入網 然後就吹雞原唱 他有一個做法 我覺得 其實我真的為他講了公道說話 他真的身不由己 他說到 他說 我做主席 如果必要遲 我都會給票去通過 然後我就走了 這樣 你說是否等於一個球證 拍球進去之後 然後 他就說 必如唱 玩完 重新的馬勒多娜 這個人 所以其實 我覺得大家 真的不應該問太多這些問題 因為他真的很難受 真的很難做 很難做 好 有沒有同學下來想發問的 好 這一位 介紹一下自己好不好 大家好 不好意思 我搶了所有同學發問的機會 因為我是2003年畢業的中大校友 我想比 其實比這本書更有趣的東西 我相信是這本書之所以紅 這個現象 我想聽一下兩位對於 這本書為何這麼紅 這個現象 還有什麼評論 因為 例如這本書是在Amazon 成為這個唱蕭書的第一位 是所有書的最唱蕭的第一位 就是打贏了所有的 類似Harry Potter的小書等等 還有我在香港也是 我在香港一些主流的書店 我看到這本書是放在門口當眼處 一本七百頁的 這麼厚的英文書 是放在這個 一個主流書店的當眼處 那究竟你們會對這本書 在全球的範圍裡面 這麼流行 有這個現象 沒有什麼看法呢? 謝謝 先提過一下 我們再簡單說一次 好嗎? 我認為 大多數人 買了這本書 都不看 我猜 因為它成為一本唱蕭書 真的很奇怪 因為很難看 我是從書評 引起這本書的興趣 首先看到其他人對它的評論 所以 但是 因為我要承認 我自己不是讀經濟的 看得很辛苦 有很多 即是 它那兩條 什麼資本主義、基本定律 我不知道怎麼來的 我不知道 經濟學裡面的定律 我剛才請教授 經濟學裡面的定律 到底是什麼 就是自然科學 物理學的定律 實驗做出來的 數學裡面的定律 完全是邏輯 是嗎? 是嗎? 經濟學的 我不知道 定律怎麼來的 她說是就是 忽然間就請教授 這就是第一條 資本主義第一大定律 然後這條 資本主義第二大定律 我不知道 所以我懷疑 為什麼 這本書 就是因為 我剛才說 它提出一個很爭議的問題 雖然 去評論 或者分析 當今資本主義的 不平等現象 它不是第一個 但是因為它是 叫做一本 就是 學術著作 有些資料的支持 然後它做的結論 是相當有爭議 就是說如果 如果不做事的話 資本主義一定走向 極端化 這個是直接 衝擊 我剛才說 就是過去這三十年 我認為在西方 大行其道的 這個 就是右派的政治經濟學 所以 變成 有一些 支持他的觀點的人 比如說 《New York Times》的作者 便 韓韓聲聲聲 推薦 說他很厲害 Krugman說他是劃時代的著作 是這個世紀最偉大的經濟著作 是這麼說的 他展望這個世紀 是這麼說的 然後反對他就馬上走出來 寫了很多非常嚴厲的批評 那就引起轟動 不過近年其實越來越多人這樣說 比如剛才提到Paul Kutman 他《諾貝爾經濟學得獎者》 排頭比他更大 我介紹大家可以看看他的書 我也很喜歡那本書 我那本書其實是送了給曾俊華 因為他有一次見Paul Kutman 我就說我送了這本書給他 可以看看 那本書叫做《The Conscience of a Liberal》 即是《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心》 那本書其實的觀點也是類似的 就是如果你看美國的經濟不平等 也不像剛才曾主席所說的那種 就是自然而言 最先不平等慢慢會平等 所以大家要有信心 他是一個諾貝爾經濟學得獎者 他自己也說 美國的經濟慢慢比較平等 就是經過 其實跟他有些接近的 就是說羅斯福那個年代 他不是說二次大戰毀滅了資本 而是說羅斯福做了三件事 這是出身至有錢階層 但是最後出賣了有錢階層的總統給他預為 包括了遺產稅 包括了最低工資 包括了增加工會的權利 最後就令到那時候美國的經濟 經過他之後就開始慢慢變得平等 但是Paul Quidman 又說了 很壞不壞 後來有人叫列根 列根在七八十年代 正正在他本書說的那個年代 然後在列根上場之後 整個美國的經濟 因為他的自由主義 經濟上又懸殊得很厲害 所以其實類似的觀點 現在越來越多一些很成名的經濟 就是Paul Quidman 的最大好處是 他拿了諾貝爾獎 其他人不能疾他 你可以說我們不懂經濟 難道你說Paul Quidman 不懂經濟 他拿了諾貝爾經濟獎 他都說 政府其實去扭轉一個經濟不平等 好像當年羅斯福是很關鍵的 資本主義是不會自然而然 令到經濟平等的 但是一個問題 對於凱恩斯主義的時候 那個全球化的程度很低的 比如說你 羅斯福 根據這個凱恩斯的原理 就是說用這個乘數原理來做些事情 喂 建水壩 或者建爐 真的由自己人建 現在真的不是 在香港 香港政府投資什麼中國建設 什麼海外 白癡 Komagai Komi 全部都做了 你明白嗎 其實 烈根主義 或者戴卓爾主義 其實只有兩道板斧 第一 就是把那些國家的資產私有化 賣掉它 去還債 他就賴那些福利 因為福利過多 所以他要欠債 但其實這本書有證明 這本書就有證明了 不是因為福利 是令到國家欠債 是因為財政資本的借貸 由國家 建造的那些 infrastructure 建造的那些 東西 去益那些 有錢人 如果有機場 我們借了錢 建造的那些機場 我們也要還錢 當然我們不需要借 其他地方也不需要借 所以這個人有說 最好的就是 其實不是這樣的 整個世界不是這樣的 我就最欣賞這裡 就是說 我們在立法會辯論 他也聽到了 每個人都站起來說 你看看這個 西歐 現在搞成這樣 是因為福利過多 當然是 這個 冰島 整個國家破產 你猜真的福利太好嗎 是因為 中央銀行做了投行 自己去了倫敦 炒 一夜便輸了 所以 在這一點上面 我會認為 烈根主義也很大 就是向工人階級壓迫 你原來有的福利沒有 你原來享受的國民服務沒有 賣光它變了錢 那些人就拿了錢 拿了錢 就像領匯一樣 向國外也能賣 賣完之後 就變成股票 股票 股票 證券法有什麼好呢 就是把全世界稍為有錢的人 都捲進去 這個是金融機構 由財政資本 去支撐的金融資本的膨脹 這個很清楚 我不知道大家明白不明白 財政資本和金融資本的分別 金融資本 就是存在在私有財產產權下 拿來投資金融 財政資本就是政府借錢 政府借錢是由銀行借的 銀行借的 銀行借了銀行借了 銀行借了銀行借了 每個國家都欠德國銀行的債 因為歐盟拿去救人 或者引人進去入會的錢 全部都是德國人放債的 所以德國就發達了 我們可以再給他一些機會 後面那位 可不可以介紹自己 你是否中大同學 我是中大 有身 OK 準備一身 你好 你好 Darren 我同意阿珍主席說 本書很厚 我不知道在場有多少人看完 我自己看了第一篇 我就已經馬上閉嘴了 但我剛才聽到 長毛說全球化的問題 我不懂經濟 我讀社會行借 但我好奇問 以我所知 經濟學家 David Ricardo 很經典地說 全球化之下的資本主義 應該會對於發展中的國家 那些勞工 low skill 的勞工 會改善到他們的薪金 對於這個 這麼 classic 的 theory 你們的看法 尤其是看完這本書之後 有沒有什麼啟發呢 有 Thank you 其實這個 由這個 其實世界市場的膨脹 經歷了兩次大的膨脹 一次是由二戰造成的破壞 因為戰爭就是消滅資本 因為打爛了 有新的需求 另外 就是由於這個 殖民地獨立 而引發出來的 新的市場的膨脹 當然它失去了一部分 就是共產主義國家革命 將資本主義的市場 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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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在這裏看 戰後的繁榮 是因為戰爭 以及 另一個 另一個就是殖民地 國家的 加入世界市場 第二次的膨脹 就是因為 金本位制的取消 因為 如果金本位制的時候 在任何時候 你打著35.5美元 都會換到一個盎司的金 那會出現一個問題 沒有金 要怎麼發行貨幣 所以 為何要貶值 當時的美金 當尼克遜 覺得 美國出現了滞賬 軍費這麼厲害 因為 美國的很多支出 是拿去打仗 那個打仗 是不會回到經濟循環的 你明白嗎 每回到經濟循環的時候 就出現了滞賬 加上一種商品的特別貴 就是石油 所以 令到滞賬出了之後 他就解決滞賬 就是 我 取消金本位制 這樣就在印銀子 如果沒有 取消金本位制 列根是不可以這樣做的 第二個就是 格林斯潘 你不是在回答別人嗎 喂 我先說 我先說 第二個就是 格林斯潘 去把 反托拉斯的法例 取消了 你這麼大的資本膨脹 拿出 這個 所謂的 underdeveloped 的 country 當然是 有一個 job creation 這個 不用考慮 第二個問題 就是 當這些國家的金融 如果 它進步到一個程度 是有金融市場的話 它一次過就幫你 回答了 其實 這個 作者說的話 也是一樣 就是說 當 你進去做這個世界分工裡的勞工的時候 你有工作的時候 當然你是隨著那個工業化 你是找到一份工 你的收入比你做農民好 但是 當你那個國家依賴了全球資本主義的時候 它一個浪就沒有了 明白嗎 就是說 等於 越南的工作現在被老窩做了 越南就很煩一樣 或者我們中國有些鞋子 現在已經是去了老窩做一樣 那麼如果 出現了 即是 如果是 經濟的衰退 是 出現了一個情況 就是說 出現了滯脹的話 那就很嚴重了 但是終於明白了 陳主席每一次開立法會的主要工作在哪裡 就是把這個長毛 說到這個 越南 朱魚鎚 不是 老實說 這場表演很簡單 就是通識 不能夠太刁面 喂 你真的 我們 老實說 你說這麼大 二十一世紀的資本 只是資本都沒有說清楚是什麼 那怎麼辦 我問你現在 各位 你明不明白資本是什麼 我就覺得大家不明白 要不要再說一次 你明白嗎 長毛 很認真地跟你說 如果你認真看那本書 其實很多人都說過 那個資本 不是馬克思的資本 不是說那個概念 他純粹是說 不是說在一種生產關係裡面 怎樣在一個僱傭勞動關係裡面 那筆錢怎樣在資本主義裡面分費 有人批評他的定義是錯的 不是 因為他把這個資本和財富等同 不是說 逆做二十一世紀財富論 不是逆做二十一世紀資本論 這是一個其實挺多的批評 如果你認真看那本書 你會知道這件事 不是 我想問你資本是什麼 然後 我們接著 我真的想問你 如果這樣真的要人家 我們不要拉到太遠了 那本書 不是 我真的很想知道資本是什麼 我真的很想知道 我們 我們現在請後面的同學 有沒有人上 真主席 梁國雄議員 你好 我是中文大學 經濟是本科新言級新 但我問這些問題 跟經濟無關 我想問施永青這個人 他以前二十歲就信馬克思主 我看這些資料 我不知道是否真的 我還沒跟他溝通過 但他四十歲就搖身一邊 變成大資本家 就是中原地產老闆 就好像邱吉爾那樣說 四十歲還信資本 資本論就是蠢人 他好像變成聰明人 梁國雄議員 你勿然回收自己一生 你曾經跟你在旁邊走過的 馬克思主義者 搖身一邊 一個大資本家 你會不會有些 辣坎 謝謝 我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到今天也是 我基本上覺得 他基本的論斷是不錯的 但當然有很多東西要修改 第一就是說 他對市場的看法 就是說 在革命之後 是否一定要用 所謂革命的無產階級專政 去做呢 因為 這個 你這樣問我就一定要回答 其實革命的無產階級專政 在他總結巴黎公社 寫的文章裡面 偶然提及 他說 在推翻了階級之後 在一個很短的階段 對於革命的無產階級專政 這個 顯然他 對於那個過渡是 看得太容易了 第二就是說 當革命之後 是否完全把市場 擔爛了 這是要考慮的 現在馬克思主義就是 對著你的問題 第一就是 當有人問你 社會主義是否意味著獨裁呢 如果是現在就沒有人制 但是 我看不到馬克思 說 他的論述是有說 社會主義是必然獨裁 這是後來 執政了的馬克思主義政黨 他自己 安排出來而已 所以我覺得 這個不能入到他掃的 第二個 就真的 不關心 因為他研究的資本主義對象 他死了的時候 老實說 他還未寫完 第二 那個資本主義的形態 還未到金融資本主義 就是連列寧說的 帝國主義 時資本主義 最好階段 說的金融資本主義 變成軍國主義 都未到 這個當然不關他的事 我想平衡一下 我想先問 有沒有人想問 曾主席一些問題 曾主席都很久沒有機會發揮過 不是 剛才那些問題 不只是問長毛 不過他搶光來講 剛才那些問題 我覺得 其實 我早前已經有這樣的看法 為什麼會有一個 二十歲、四十歲的分別呢 我覺得 不是說 社會的穴力深了 人的知識豐富了 你就會放棄社會主義 或者放棄馬克思主義 你就會比較傾向保守 其實跟你那個個人社會 那個地位有關 你年輕人 你不是那個制度的既得利益者 你見到不公平 你當然覺得 可能你本身也要爭取在這個制度裏面 一個比較公平的位置 你向往社會公平 向往這個… 要剷除這些不平等 這是很自然的事 反過來 說這些說話 即是說 去到四十歲 你如果不是保守 或者你還相信社會主義 就是蠢才的話 說這些說話的人 可以流傳於後世 他當然已經成了名 他在制度裏面 已經是成功者 對吧 如果他還是流離浪蕩 哪有人聽他說話 對不對 他已經是一個制度裏面的成功者 所以他不是傾向保守很自然的事 對吧 他不是想改變 所以這個… 這個書 為什麼有些人這麼反對 他就覺得 他就針對他們的那個… 那個既得利益 是這麼簡單的事 我覺得 我讓這位朋友問一問問題 你介紹一下自己好嗎 我叫John 我其實來自科 但繼續可以問嗎 問了很多時間 給你一次機會吧 謝謝 那我就想問 其實任何一個國家裡面 工人或者基層市民的數量 一定比資本家的數量多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為什麼在一些實行民主制度的地方 就不能夠很順利地 產生出一些傾向於社會主義 那方面的政策 而是… 仍然都是被資本家繼續這樣 盤踞和剝削著… 呢? 就是政府都是偏向資本家那邊呢? 不是所有正在行民主的國家都… 都… 都同意你這個說法的 是嗎? 不是的 很簡單的 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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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比較成熟的… 這個… 這個… 民主制度的… 國家呢? 都會有些… 比較傾向基層傾向勞工的政黨 他一樣有機會在選舉那裡贏出來的 是嗎?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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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想就是… 其實… 是… 由人民去決定哪些人 代表他們 出來管治 他管得不好 他就下台 然後再選別人上去 就是這樣 但是… 現實就是… 這個選舉證詞 就是… 他已經成為一個… 就是… 很專門的一種… 一個行業 就是這些… 選舉的政客 我… 我下一屆不選而已 如果我選的話 我現在回家睡覺 睡到去… 選舉那天了 我都贏了 很簡單的 那個選舉機器已經在了 是嗎? 是嗎? 這個選舉機器… 就是… 就是… 就是這麼簡單的 所以呢… 就是… 變了… 變了… 就是… 我們的同學說 怎麼不公民提名 沒有緊要的 在那些發達了的 這個… 就是… 已經是很成熟的 有你公民提名 那些永遠贏不到的 當然是那兩個政黨… 都贏了 就是這個問題了 變成… 那些政黨本身… 本身背後的支持 尤其是美國的政治 就是這樣說 你看看胡瓜說 我經常推薦 《Odacity of Hope》 他講得很清楚 你沒有的 你沒有… 你沒有… 即是沒有財政的支持 你根本不用想選舉 你財政的支持怎麼來呢? 話就說你… 即是… 怎樣獨立 但實際上呢 你沒有法子不受制於那些 真是… 即所謂叫金主 就是這麼簡單 每個政黨都有的 每個政黨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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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不是每個都正黎 為什麼呢? 我回答你 其實… 說回來也是 即是… 你如果資本主義 作為一個全球的制度來講 如果你… 即是… 因為資本主義 是不會因為… 觀念而倒台的 是… 因為歷史是人造的 如果… 在這個社會裏面 即是那些工人 不去… 作為一種能量 即是… 他…不是一個… 即… 工人未必是階級 階級的意思就是說 他有個意識 大家感覺到階級 才會… 聯合一起來 想回自己的利益 在大部分… 我認為… 在大部分的… 先進的… 即所謂… 在這個… 中心的資本主義 國家的工人呢… 由於他們的國家… 是在一個中心的地方 他們在邊徐那裡拿到錢 所以在那個社會危機的時候 是會讓步的 所以這個問題… 就在於… 在一個全球的資本主義 制度 在邊徐地區的人 會不會反抗 如果這個反抗… 是… 有機會發生的話 那這個當然… 因為作為一個全球性的制度 它是會動搖的 我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 就是… 因為它是一個全球的制度 就是… 如果你有一個… 有一個州… 或者一個州裡面 很多人很窮 都能頂得住的 他不去… 造反的 這樣就沒有了 其實… 馬克思主義是什麼呢? 主席… 有句毛主席的預錄就是… 就是… 馬克思主義千頭萬歲 就是一句話 造反有利 是不是 哈哈 我們時間有限 我們多問兩條問題 只可以 這位… 前面這位同學 中大 蛤? 你是不是中大的? 我是… 新亞孫三年級的同學 是… 那… 很多謝三位 那我想問一下 因為我見剛才… 就是… 蔡子強先生全程拿十個米 但是我們兩位嘉賓 就是… 就是… 拿麥克雄議員 那也想看看… 還有我看到梁國雄議員 因為我這個位置 很清楚看到就是 他除了一本《基本法》 之外 剛才一本《Economist》 還有幾本… 還有幾張原告字 想看看兩位其實… 本身有沒有什麼準備了 今天想跟我們的同學分享 但是沒有機會說的 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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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 你先 呃… 第一就是… 我… 我…我還是想說回… 因為他這裡有…